哈喽大家好,我是冬嫂 今天冬嫂要发起一个自我挑战 就是第一次尝试做月饼 而且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月饼 就是上海人最爱吃的鲜肉月饼 身为一个北方人 我刚开始到上海的时候 非常无法理解 为什么粽子还有咸的,还带肉 哇,这个吃下去 当时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在我的脑子里 是粽子只能是甜的 然后后来到了中秋节发现 月饼也有咸的 还是带肉的 我的天啊,这不是包子吗 这怎么是月饼呢 但是待的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确实是蛮好吃的 而冬哥是上海人嘛 他就到了中秋节 就很想念家乡的那个味道 但是大家也知道 从中国到泰国 如果是买鲜肉月饼 寄过来的话 基本上都已经坏掉了 话不多说 一个北京媳妇 给上海老公第一次挑战 做鲜肉月饼 看一看能不能成功 现在呢,我现在调猪肉馅 肉馅的方式呢 我跟网上学习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就跟我们平时 煲水饺啊 这种调馅的方式是差不多 然后呢 我要先把这个肉馅调好之后呢 放到冰箱里冷却 大概20分钟吧 接下来我再去做油酥啊什么的 做面碾的事情 先把肉馅调好 好了 我的肉馅给我 敲打的差不多了 放在冰箱里嘛 大概是在20分钟 这个时候我要再做面点的事情了 接下来我要做油泼面 啊不不不 水油面 接下来要做水油面 看 我的面已经饶好了 下面要用保鲜膜包起来 好了 很粗糙的油酥 我不知道怎么用 我先把这盘子藏起来 它的盘子算薄吗 这个时候呢 趁我的油酥在冰箱里冷却的时候 先看看综艺 喝喝茶 休息玩笑 跟大家说一件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看这个我的擀面杖 这个擀面杖对我的意义是 对比寻常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根擀面杖 赔了我大概是有 我算一算时间了 有二十多年 就是我读好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上海租房子嘛 然后我妈说 这个擀面杖是我姥姥给她的 我姥姥给她的 然后说你带走 然后很好用 然后就是你自己在上海 想吃饺子啊 想吃烙饼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 也不用再去买了 让我不要搞丢 因为说这个擀面杖 是我姥姥给我妈的 那算算这根擀面杖 也有好几十年了 然后这根擀面杖就陪着我 一直在上海 十多年 然后再转战到清迈 就跟着我已经将近有小二十年了 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少岁了 我已经人到中年 感觉时间都去哪里了 不知不觉 那会儿还是自己很青涩的一个大学生了 她就陪伴着我 一直陪伴着我 就在这里 在两个大学生的地方 就在家里头的地方 插入你 刚刚那天 全部都在那里 都在家里面工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我已经弄好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成果 现在我要拿到烤箱里面去烤了 烤箱我是提前已经加热了10分钟 关键时刻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看看能不能成功吧 收拾时间有点短 好了我的鲜肉月饼已经出来了 等一下等东哥和来西姐回来 等他们尝尝看 可能评价是什么样子 Hello 好了你们来尝一尝 这是给你做的上海的鲜肉月饼 当心有点烫啊 好吃吗 这是爱西姐第一次吃鲜肉月饼 我需要有个东西先在店里面 有那个碎碎对不对 比我想象中的好吃 比你想象中的你是对我包 不是因为你毕竟是第一次做嘛 嗯对吧 这个没错过 这你超出我的日常了 你看 一层一层的 对啊 来来再看一下对 它只有我做个豆沙的 给你做个豆沙的对不对 这里面能有汁水吧 对少带多点汁对不对 嗯 很稀 稍微有点干 可以再 但我烤的时间这次我发现烤的时间也有点长 可以再稍微湿一点 嗯 如果10分的话你打几分 10分 打9分 哈哈哈哈 你就有点夸张了 嗯 我跟你讲我其实我这个皮这次没有 傍掉情感分的话 嗯 嗯 这才是 7.5分 7.5分 对 我觉得我下次做的话 这个皮这个时间我就知道怎么掌控了 这次时间有点长 然后这个汁再多一点 嗯 这我还是要吃热的 嗯 稍微 要有点肥 对 这个那下次再稍微再肥一点 选择肥 一烤就出汁水了 嗯 好了今天的挑战 算 小小的成功了一下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那我觉得过两天 再尝试一次 更完善一下 不过还 总归满足了 两个上海人想吃鲜肉月饼的一个愿望 对不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